你怎么还有钥匙啊 你怎么还有钥匙啊 这 这狗怎么来了 狗还问呢 你怎么来了 别动 坐下 小北 你是不是跟李李在一起了 对 你等着 我现在找他去 樊斌 你把钥匙还给我 周小北 我告诉你 你跟谁在一起都可以 跟李李在一起就是不行 我告诉你 樊斌 我爱跟谁在一起 跟谁在一起 你管不着 别人我不管 他就是不行 你知道吗 樊斌 你走吧 要是我不要了 明天要找人换索 小北 放手 我让你走 小北 咱们复婚吧 说你是个三十岁的婴儿还真没说错 真把婚姻当儿戏了 以为里面的人物都可以不生不死 就算死了 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 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樊斌 其实你心里比我清楚 我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你不信 也是我说了你不信 世界上那么多人 我唯一想结婚的 只有你 你就开始 然后就去 不要 分 你 那 我 好 喝呀 弄着干嘛呀 外面 别喝了 怎么着 疯了 你不是胆挺大的吗 你刚才喝了 我怕欺负你 李李啊 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喝了那么多长酒 谁欺负过谁啊 我别跑了 说吧 为什么跟小北在一起 小北现在跟你没关系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根本就不喜欢郑小北 我喜欢他 你不喜欢 我知道 我一直都喜欢小北 好 你喝多了吧 你有点语无伦次了 我要追一杯吧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一点都没喝多 我比谁都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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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的人 你没有珍惜 我一直想你跟小北好 我们俩想他好了 我很高兴 你作为我的 朋友作为我的 师哥你恩 你应该祝福 祝小北幸福 祝我幸福 你自己也会幸福的 你们俩都幸福了 我还能幸福吗 你是想让小北 等你一辈子吗 你离婚了 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话 还有意义吗 我们俩离不离婚 跟你没有关系 莉莉 我告诉你 你泡谁都可以 你跟谁在一起 跟我没关系 你不能跟周小北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不行啊 不行就是不行 我为什么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服务员 再来一瓶啤酒 两大 快点 干嘛约这儿啊 小北 走走走 忙着就习惯了 我准备把这租下来 这能干什么 写小啊 凡事不大 我 准备要开个旅行社 开旅行社 赶紧给我想个名字吧 走 进来看看 怎么样 你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 我就那么一想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干 总不能闲着呢 试试 你懂旅游吗 不懂啊 那你干得过那些黑导游吗 干不过 那怎么想起开旅行社来了 我们家有个亲戚啊 就在老家干旅行社 干得特好 我想大连市场这么大 应该不会差吧 我告诉你啊 那可不一定 再说了 咱们俩顺手带脚 还可以环游世界 多好呀 幼稚 两个人出去玩是挺好的 可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吧 那就不太好了 你怎么什么都懂的 我考过导游证 你连这张都考过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导游证好处可多了 好多景点都免票 你这典型钻国家空子啊 我大学实习那一年 我还干了一个月导游呢 那真不如人干的特别累 每天几早贪黑的 然后你心里有事吧 还不能表现出来 还得陪人笑 挺没劲的 完了 旅行社开不成了 我该怎么办啊 你真想自主创业啊 必须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就想开个小店 不用赚太多钱 够咱们俩花就行 我突然想起一个 你很冲 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了 离这儿不太远 老板正在转上 生意特别好啊 是吗 我带你去看看吧 那那那儿干吗的啊 你去的就知道了 回来了 等我 怎么了 提个箱子干什么 我 我出差 出差 那晓风知道吗 知道 我给她打过电话了 要出去很久吧 拿这么多东西啊 对 可能这次时间 会长一点 一个人在外面可注意安全啊 早晨可别忘了吃饭 早晨不吃饭身体可不好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能照顾您了 伯母 我先走了 不然我改飞机来不急了 伯母再见 你保重啊 吃饭行啊 走了啊 嗯 老板 这么早过来喝酒啊 没有 哪能啊 今天没什么事 带一个朋友过来看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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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让他进去随便站住啊 好的 去吧 你去吧 好 来 小北 坐了 好 好朋友 是挺好的 挺般配的 别废话 他最近没什么事做 想过来看看你这儿合不合适 要合适的话就可以接手 好 那好啊 要是你们接手的话 我会更放心的 哎 要是我们接手的话 你的转让费 是不是可以少点啊 那哪能呢 现在不失心宰熟吗 太现实了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真的 真的 一会儿 不是 啊 我以為這地兒 還真挺不錯的 真的啊 你真喜歡這兒啊 我理想就是 開一個小酒館 來的人呢都認識 大家慢慢成為一個 朋友圈 沒事在一起聚一聚啊 喝一點啊 錢不需要賺得很多 賭咱們倆花就行了 你倒挺看得開的 按照你這麼說 沒過多久 就關門大吉了 錢這個東西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我這輩子都不做事了 我同意快樂就好 你這叫窮大方 你說這地兒這麼好 老闆怎麼不幹了啊 他們全家都移民了 現在著急出國 這地兒還挺大的 裝修還行 舊事有點舊 歸不少錢吧 沒有我當時問過了 其實不貴 老闆就是特別喜歡 這個地方 他想他走以後 還希望有人 把他繼續經營下去 你要是喜歡 要不然先把他簽下來 錢慢慢湊唄唄 幹嗎 擇日不如壮日談談嗎 現在啊 那行吧 走 來了 為勁您這家 張叔 媽張叔來了 請進 好 老張來了 你好 快快快坐下坐下 來 我給您倒杯水 好 最近挺好啊 還行嗎 我今天來想跟你說說老韓的事 老韓的事我聽都不想聽 好 張叔您喝水 您跟我說我受得了 你爸最近出了點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什麼意思 經維啊 你爸叫紀委找些談話了 簽得到 貪污受賄濫用職權 可能要坐牢啊 坐牢 具體什麼情況啊 聽說挺嚴重的 怎麼嚴重 據他們講啊 可能死刑都有可能啊 媽 媽 文靜 怎麼了這是吧 我爸當真是出事了 我媽也聽說我爸出事 立馬就暈倒了 阿姨沒事吧 沒事吧 她打點滴呢 我媽的身體應該沒問題 問題是我爸 我爸的事怎麼辦呢 醜死我了 文靜 到底出什麼事了 你跟我說說 怎麼了 你陪我出去待會兒吧 我快悶死了 前段時間我都真夢會老爸 你玩沒玩 你別敲了 你再敲心不就我報警了 不是你報什麼警了 我們是王阮 這怎麼是你啊 小白啊 小白不好 你出事了 出事了 黃圓 沒事 你硬硬地堅持住 盛老病死 我們每個人都能遇到 只不過你比我們提前了一步 唉 你說什麼呢你烏鴉嘴 不是你媽 不是我媽 是韓文靜她爸 你爸去世了 平時身體不挺好的 周小白 你嘴上記點德行不行 韓文靜她爸出事了 因為經濟問題被送貴了 你也別太緊張了 我大概在腦子裡 飛速地過了一下 可以排除兩種可能性 哪兩種可能性啊 第一 是憑韓老爺子的位置 經手的數額 應該不夠達到 判死刑的程度 我也覺得沒那麼嚴重 第二 經濟案件雖然是 刑事案件的一個分支 但是現在是法治社會 它在裡面受不了 什麼皮肉之苦 你怎麼對這個 這麼清楚啊 你忘了 我爸是檢察院的 我從小就耳入目染 多少還是了解一段情況 現在最忌諱的就是 兩眼一摸黑 上下打點 到處C錢 於事無補不說 有可能還起到反作用 你趕緊去告訴韓文靜 現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 案件到底是什麼性質 再做定度 那我現在就去照片了 對了你剛才 補槍門那會兒你罵誰呢 樊斌 他來照顧你了 他還有我們家鑰匙 一喝醉了就過來呢 小北你說你 你們倆還有可能複合嗎 那我去找韓文靜 你放屁 文靜 都這個時候了 你不要一意孤行 你聽大家怎麼說 對你沒有壞處 再說小北能害你嗎 能啊 我為什麼要聽他的 我憑什麼要聽他的 我聽人也不能聽他的 他這種人就屬於典型的 貓括號的假慈悲 我現在打電話罵他 氣死我 你給我 你拿我電話幹嗎呀 他能借我電話嗎 我不是王遠 你給我死一邊去吧周浩北 我最討厭你這種人了 你別以為你關心我 我就會感動 我想到你我就覺得惹心 我韓文靜求是也不會求你頭上 你放心好了 看什麼看 你告訴我是真心 韓文靜果然沒有聽我的 第二天一早就提車前 打了一圈通關 不管有用沒用的 只要能找到的關係 全都找了 兩天下來 送出去的錢不計其數 有的收了有的沒收 收了得含含糊糊糊 到現在也沒有個準確答覆 更多的是沒收的 不敢 都怕惹禍上身 平時見了韓文靜點頭哈腰 生怕巴結不上的 態度一下子全變了 翻臉不認人 稍微有點人情味了 還跟他客氣幾句 說句不好意思 實在幫不上忙 很多都推脫不在家 連電話都不願意接 韓文靜急了 一家一家登門拜訪 有的還開門寒暄幾句 一聽來意就找個借口 匆匆送客 有的看見韓文靜 跟看見瘟疫似 直接躲在門上 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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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您不用送我了 文靜 這個你還拿回去 不行不行 龍叔你聽我說啊 我 我是該找的人 都已經找過了 我實在是走投無路 才來講明的 你是我最後的出路了 你這個小禮物 也不算什麼 你一定要收下啊 小韩哥 你爸的事 你要相信阻止上 他如果沒有問題 組織上是不會冤枉他的 如果他真有問題 誰也幫不了他 我還聽寫傳聞呢 說你找了好多人 還給一新送了東西 甚至是錢 聽王叔一句話吧 你要相信你爸爸 你這樣做 你不是在幫他 是在害他 好 爸文靜就這樣啊 王叔 事情都已經這樣了 你也別太能受了 你說你再把自己給累垮了 你媽可怎麼辦 誰照顧啊 睡吧 行了別太能受了 啊 你說你再把自己給累垮了 喂 小白 你在家還是在醫院啊 我跟文靜在一起呢 他爸事怎麼樣啊 他找了好多人了 可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應該是挺麻煩的吧 案子搞清楚是怎麼回事了嗎 這官賬上的那些詞我也不明白啊 我聽文靜說是什麼 行賄受賄 利用植物吃便以權謀錢 領頭的是個腹部級 聽說十一個房地產開發商 出了點問題栽進去了 韓文靜他爸是受得牽連 一起接受調查的好幾個人呢 都有牽連 進去的是個腹部 韓文靜他爸是個腹廳 還是二把手 應該沒多大問題 文靜現在急得都快瘋了 見妙就敗見人就塞錢 能拖的關係是都拖了 能想的辦法也都想了 你告訴他 該找的人得找 不該給的錢別瞎給 到時候再把自己給送進去 其實文靜現在的心情 我挺能理解的 如果換錯是我 我也會這麼做的 寧可錯殺三千也決不放過一個 給自己留點希望嘛 投個心理安慰 總比什麼都不做乾等著搶吧 得了吧 現在收錢不辦事人多了去了 那怎麼辦呀 你說還找嗎 要不你給文靜打個電話說一聲吧 小萊 韓文靜的事我不管 喂 王伯伯 是我呀 勁啊 是嗎 您在三亞呢 沒事沒事 這不是好久沒見您了嗎 想您了 您什麼時候回來 我過去看看您啊 好嘞好嘞好嘞 行 那我等您電話了啊 好嘞拜拜 拜拜 你給誰打電話的 一個朋友 我讓他拖人問問看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你說現在的人怎麼都這樣啊 沒事兒的時候拼了命的八戒 一擁有一點風聲草動 不是關機就是出差 那行 一點交互動意都沒有 估計是咱們沒找對人 所以一點實質性的話都套不出來 你說當時我為什麼一點風聲都沒有得到 你爸怕你擔心嗎 老头儿 老头儿真行的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咱们跟万劫吃饭 老黄来送酒 那天我就觉得 老黄不对劲了 我平时随便搭理他一下 他就高兴了半天 他特供的茅台 乱件送 还生怕我不要 那天还是我主动 给他打的电话 怕饭店里的酒是佳酒 让他带脸盆过来 我给他钱 好半天才拎了脸盆过来 他度跟平时截然不同 不是 他一开业总会的 跟这事能有什么关系啊 他也做房地产啊 因为这事没少求 我们家老头子 你说是不是他那时候 就有风声了 他要是能提前听到风声 那我估计他能知道 你们的内幕啊 把你们老板叫来 说韩文静邀请 对不起 小姐 我们的老板现在不在 别逗了 打电话给他 我看你他车了 我们老板确实不在 他的电话一直也不通 如果您有什么事情的话 请您把电话留下来 这是它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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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 defines日本 狂子弅 黄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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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紫红挺忙啊 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 你大爷病了 在医院躺着快死了 他托我告诉你 赶紧去见他最后一遍 你要是听见了呢就出来 要是没听见我可走了 但你别后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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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继续啊继续 来来 灯光影响 文静 别碰我 坐 坐 怎么回事 韩大小姐来了 都不告我一声 赶紧拿酒去 这韩大小姐赔罪 我不是来喝酒的 你知道的吧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事 可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说 大小姐你是了解我的 我是一个知无物言 言无无尽的人 可这事你真的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老黄 我韩文静是帮过你的人 我知道 行 就当我花钱买个消息 行吗 老黄 别别别 黄总 我真不是这意思 可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说白了不就是为了钱吗 钱是什么好东西 老黄 你做人不能没良心 你是不是以为 你开了个店生意挺好 你挺了不起啊 冷静 冷静 你信吗 今天晚上我让你厂子里 所有人跟我低头 冷静 文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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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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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别抢 别抢 都给我捡起来 冷静干什么呢 你走了 别抢 收起来给我 老黄 你给我记住了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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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放心你 我跟着你过来看看 用得着我的时候 跟屁虫一样 你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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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八蛋 文静 你别这样 出了事情咱们想办法解决你 这样于事无补 真是受不了你们人类的虚伪 你不要在这儿跟我妈 五号子夹词呗 找你找姚佩 去吧 王源 你别跟我做朋友了 我马上就一无所有了 周周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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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呃 妈 爸 小北回来了 买这么多菜 没事 我来我来 给我 这给我 樊斌呢 他出差去了 出长差 一时半晚回不来 又出差 先帮我去 你这买的 可都是你爸爱吃的啊 你这抽什么缝啊 你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难得回来 孝顺你们给你们做顿饭 怎么变成抽风了呀 我给你打下手吧 妈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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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啊 什么都不用管啊 出去坐着 等着吃现成 对吧 去吧 去吧 别等我呀 快吃 快吃 来 尝尝 爸 今天咱喝点呗 好啊 妈 你也喝一下吧 爸 你快吃啊 尝尝味道做得怎么样 味道还行 就是慢了点 我都饿了 您不过能觉得好吃吗 来来来 您多吃点 妈 您别客气啊 自己来 尝尝 尝尝 快吃 快吃 多吃点 多吃点 来来 你也吃 好 我也好久没在家吃饭了 要不然咱们碰一个吧 来 碰一个 注意身体健康 吃你健康 来 吴氏献殷勤 有什么事求我 说吧 瞧您说的 把我说得那么势力 我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吗 有什么事说吧 爸 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认真求过你爸 但今天有一件事 我真的必须得求你 我想来想去 没有人能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 小北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吧 不是大事 就是那个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这件事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就跟我自己的事一样 就跟您的事一样 行了行了 你说正题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文静 你知道吧 韩文静嘛 你们整天腻在一块 怎么最近 没听你说过他呀 出国了 对 他出国了前一段 那个移民了 没有 没有回来了 刚回来 他什么事 不是他的事 是他爸的事 他爸前两天因为一点问题 被双规了 打住 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不要掺和啊 不 怎么能不帮呢爸 你将心比心 要是你进去了 那你指望我们帮你吧 肯定 不可能 我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跟我妈也没给我 生个兄弟姐妹 我跟韩文静 就跟亲姐妹一样 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掐指一算 都快半辈子了 什么大半辈子了 你才多大呀 你想想他妈 老太太刚从离婚中的打击 缓过来 现在一听这消息 直接进医院了 老太太多可怜呀 爸 你将心比心你想想 要是你进去了 你想想我妈 这么说 韩文静他妈妈 是怪可怜的 爸就这么说吧 这事要是办成了 我宁愿给自己折瘦五年 不 十年我都干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折瘦不折瘦的 生命是最可贵的 我和你妈把你养 那么大容易吗 这这这 显着是不孝啊 爸 你别生气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那我的生命重要 韩文静和韩文静他爸的生命 就不重要了 行了 行了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我去打听一下 你出去别乱说 谢谢爸 我就知道你是我亲生 不 我是你亲生的 看你哭哭笑笑的 像个神经病似的 去把脸洗一下 不是 爸 那个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 咱们应该抓紧分分秒秒 争取主动 冲下胜利 好 我抓紧时间去问 你呢告诉韩文静 让他们也不要太着急 着急也没用啊 那我走了 樊斌最近忙什么呢 他还不是忙他的工作 爸 我这几天就让他过来 陪你下棋 好吧 说话算数啊 行 那您说话也得算数 行 起点 来 快点儿 慢点儿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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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呀 不是那种人 我们老夫老妻了 你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他怎么突然就提出离婚呢 这我呀 是一点都没想到啊 是啊 老头藏得够深的 他怨我 都怨我 行了 妈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别再怨自己了 我爸不会有事的 你再这样的话 心脏命发了孩子禁医啊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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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消杯水 我妈明天早上 别哭了 你别紧张 明天早上回不去 文静昨天去找老黄了 怎么样啊 不但一无所获 还惹了一身的气 事态炎良 人情不值钱 我听文静说得挺可怜的 短短几天 看尽了脸色 他爸那帮老朋友 就像说好了似的 哎 刷得一下态度全都变了 小北 你跟文静和好吧 何必呢 你们俩都挺关心对方的 但表面上 撞得跟仇人似的 干嘛呀 累不累啊 想让我跟他和好 门都没有 我待会儿约理理 那我先走了啊 老友 这么巧 你平时也常来这儿吗 我是 我来接我老婆下课 嗯 坐下聊会儿 你妈妈的身体怎么样 病好点了吗 马上要手术了 哎 你刚才说 接你老婆下课 她现在正在学财快 挺好 以后能到你公司帮忙 也不知道学她有用没用 反正 总比仙待在家里强 哎 老婆 在这儿呢 我 我 我约了朋友 我跟他在这儿聊天 那个 我跟他正要走呢 碰见彭总的 是我 让他留下来做点聊聊天的 真巧啊 又见面了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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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保证啊 算了 觉得怎么样 嗯 还行啊 嗯 还行啊 嗯 还行啊 行还是行 还是行啊 嗯 还行啊 白妹 白妹 你回来啦 嗯 啊 晚上吃什么 我就知道 一回来就这句 吃什么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我听说啊 附近开了一家 特别好吃的日料 要不咱们去试试 都累了一天了 不想出去了 去嘛 比咱们这儿可进了 改天再说吧 今天就在家随便做点呗 要做你做 我做 对啊 我只会煮饺子 那吃饺子呗 我不想吃饺子 那你还会调什么呀 樊斌 我又不是保姆 我跟你在一起 也不是为了洗衣做饭的 从前在家 我妈什么也没让我做过 所以我什么也没学着 要做你做 我也不会 以前都周老北做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行了 行了 出去吃吧 这还差不多 等着啊 去换件衣服 哎 合同我看了没问题 签了 签了 今天下午去签的 顺利吗 太顺利了 老板人特别好 说咱们只要需要的 里面东西随便用 不需要的打个电话 搬走 米老板啊 哪边 你是老板娘 走 你好 你们怎么那么晚呀 给我妈买完饭 看她吃完又 跟她聊了会儿天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李李 这个是王源 久仰大名 久仰你大名 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是我发小 郑远东 你好 你好 听她叫我大名 怪吓人吗 叫我胖子就行了 来 叫我胖哥吧 胖哥 来 喝酒 你们俩是不是百喜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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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